东吴势力是三国重要的一方割据 风光一时 不过 如果没有各大家族和各位忠臣卖命 东吴很难在历史上搏的一角 蒋青是东吴势力的重要将领之一 了解三国的朋友 对他一定不会陌生 一 蒋青自公义 就将授春人也 孙策知喜元树 青随从己是 急策东渡 拜别部司马 寿兵 与策周旋 平定三郡 又从定于张 调寿葛阳卫 立三县长 讨平盗贼 迁西部都尉 快姬野贼旅合 秦郎等为乱 清江兵讨姬 遂秦和郎 无限平定 习讨月中郎将 以京居 朝阳为凤意 贺气讨依贼 清都万兵 与其并立 依贼平定 从征合肥 未将张辽席全乌京北 清立战有功 千档寇将军 领如虚都 后召海都 带幽护军 典领辞颂 蒋青自公义 是寿春人 根据有记载的文献来看 蒋青最早是投入孙策账下的 准确的是 孙策归附于元树的时候 就投奔了 孙策东征三郡的时候 蒋青跟随孙策辗转征战 最终平定了三郡 为东吴势力范围 做出了贡献 在拓展地盘时 蒋青又随孙策 平定了预章 不久后被封为葛阳卫 先后上任了三个县的行政长官 当时东吴势力刚刚来到江南 很多当地的少数民族并未顺服 我们知道 黄盖 成土 韩当等三代老陈一生 基本上都和平叛打交道 蒋青也不例外 当时会计的旅和 与秦郎反叛作乱 蒋青带兵讨伐 在战场上活捉了旅和与秦郎 自此平定了五个县的地方叛乱 因战功被封为讨阅中郎江 也有了自己的税收来源 拥有两小片封地 在有自己封地以后 蒋青依旧没有闲着 活跃于各大战场上 不久后贺旗讨伐贵州一带的山贼 蒋青率领一万士兵和贺旗一起出征 不久后贵州部分叛乱被平定 在不久以后东吴和曹魏的合肥之战中 因奋勇作战 避免损失起到了局部的优势作用 被身为荡寇将军 并被封为如须地区的独独 合肥地带安定后 蒋青被调回了建业 又封为了诱护军等职位和官爵 二 全长入其堂内 母书章嫖背 妻妾不群 全探其在归守冤 几次御府为母做警备 改议为账 妻妾依附西街景秀 蒋青虽然功勋彪秉 但是他是一个洁身自好 清正廉洁的人 有一次孙权去蒋青的家里 蒋青的母亲和妻妾穿着和被褥极其简朴 孙权由此感叹 蒋青最重要的是能够克制自己 勤俭节约 因此孙权命令 御府给他的母亲做新衣服新辈子 给他的妻妾赠送锦绣衣物 三出 清屯宣成 长套御章贼 吴胡令徐成收清屯利 表斩之 全以清再远不许 成游是自嫌无亲 曹公出如虚 清与吕蒙持诸君节度 常常为清英式害己 而清美称其善 成绩福德 论者美焉 早些时 蒋青曾经镇守宣称 讨伐御章的贼寇 在吴胡的徐成 抓到了一名蒋青部下的臀利 上表孙权请求斩杀 但是孙权认为蒋青军事战略位置比较高 为了避免出征时的士气 让蒋青专心讨贼 所以孙权没有同意 徐成因此就认为自己和蒋青有间隙 在如虚之战的时候 蒋青和李蒙共同统率军队 徐成经常怕蒋青因为以前的误会而找机会害自己 但是蒋青每次和别人提起徐成都说他的好话 于是徐成对蒋青佩服的五体投递 二人自此误会全无 众人也都对蒋青的做法高度评价 在裴松之著的江表传上面 还记载了孙权问询蒋青如何处理矛盾的具体问题 孙权问蒋青 徐成以前和你有见戏 但是如今为什么还举荐徐胜 是为了学齐熙一样 推荐和自己有见戏的人吗 徐成回答道 我听说推举能人不应该心寒思念 徐成忠心不二 勤勉自强 有胆识谋略 是一个合格的将领 如今东吴还没有统一天下 我应当为国家举荐能人 怎么会因为自己的深怨埋没一个人才呢 于是孙权大肆夸奖了蒋青 四 全讨关羽 清都水军入勉 还道病足 全粟福举哀 以吴胡鸣二百户 填二百请 给亲妻子 子一封宣成侯 领兵据刘备有功 还赴南郡 与魏交战 林陈族 一吴子 帝修领兵 后有罪失业 在荆州之战讨伐关羽时 蒋青亲自带军队参与局部战争 战争后的归途中 蒋青去世 孙权得之后 穿粟福来表达对他的哀思 赐给蒋青妻子 吴胡二百户的使忆 二百请天地 蒋青的长子是蒋一 封为了宣成侯 在一陵之战的时候 领兵巨守刘备集团有功劳 战后回军到南郡 再与卫兵交战 但是战前就去世了 蒋一没有孩子 于是蒋一的弟弟蒋修代替领兵 不久后 蒋修因为犯罪被剥夺一切官职和军职 众所周知 吴国的著名将领后代 很少有能力超群的 在孙权登基以后 官二代们养尊处优 渐渐失去了鸡身名门的能力 泯然众人矣 而蒋青的孩子也不例外 这也许是时代的必然趋势 也让三国后期的光辉 逊于东汉末年